你怎麼啦 怎麼樣 怎麼樣 什麼事 你怎麼了 只丟個十九年啊 遠景獲報區公所有民眾鬧事 前腳剛走進查公區 就聽到對方大聲叫囂 直見會議男子相當激動 原來他剛剛攻擊櫃檯人員 公所員工就怕他再度失控 還得搭著肩膀安撫情緒 他們都是十三號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你還大聲咬 衝突發生在中午十二點多 新北市新店區公所 先犯看到警方到場 講話越來越大聲被當場制止 就怕再有脫序行為 遠景立刻將他上銬帶回派出所 警方調查二十四歲的徐姓男子 無業有傷害前科 當天向張信約聘員 升起第一售入戶資格 卻因為一紙公文 雙方溝通有誤會 先犯氣得動手揮拳 導致約聘員臉頰雙手受傷 被一傷害妨害公務送辦 幸好第一時間現場民眾幫忙制止 才沒讓衝突擴大 被打的約聘員按照規則行事 竟然被打得渾身是傷 嫌犯一毛錢都還沒領到 就先進派出所好好反省 記者楊潔 璐希 次封報導